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师地位巩固 提高 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忠重 和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维护教师承介权 支持教师积极管教 加强教师权益保障的同时 更要充分保证教师从事主则主业 目前全国各省 均公布了兼校园的白名单 通过教典一批 规范一批 整合一批 提升一批 搭理压解了进校园的这些事项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如何打造 晚上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这台直播的新闻一加一 后天9月1号 大家都要开学了 而再往后9月10号 很快就是教师节了 今年的教师节可是个大日子 因为它是我们从1985年第一次设置了教师节这个行业性的节日以来的整整第40个教师节 那么40年了 我们国家的教师队伍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字来看看 首先从人数上来说 整个的教师队伍的人数翻了一倍 已经接近1900万了 另外从教师的学历水平上来说 我们的高学历的人才也是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现在常常会说 强国要先强教 强教要先强师 教师可以说是我们的历教之本和新教之源 我们如何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面 去不断地提升我们教师队伍整体的素质和专业化的程度 怎么来更好的去保障我们教师队伍的整体的权益 又怎么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 不断地愿意加入到教师队伍当中来呢 这一系列的问题 这两天随着一份意见的发布而备受关注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强国必先强教 强教必先强师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发布 这份全文4000多字的意见 从六个方面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做出全面系统部署 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对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 涵扬高尚师德师丰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加强教师权益保障 弘扬尊师众教社会风尚 提出了明确要求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强教强师的钢领性文件 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专门对这份意见进行了详细解读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总体目标分成两个阶段达成 第一阶段是经过三到五年的努力 教育家精神得到大力弘扬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第二个阶段是到2035年 教育家精神成为广大教师的自觉追求 实现教师队伍智力体系和智力能力现代化 数字化否能教师发展成为常态 教师地位巩固提高 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中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事实上 从1985年我国正式设立教师节以来 40年时间 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已经实现了量智起升 数据显示从1985年到2023年 我国专任教师已经从大约931.9万增长到1891.8万 实现了数量翻翻 40年来 教师为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小学教师教育引导着约2亿中小学生健康的成长 在我国教师队伍当中 中小学教师占比最多 共1684万人占教师总数的89% 为了更好地提升教师的职业素养 目前我国通过国陪计划 已经建立起中小学教师 五年360个学识的全员培训制度 国家同时启动了国优计划 支持以双一流高校为代表的高水平的高校 吸引选拔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优秀人才来从教 为中小学输送优秀的教师 此外 乡村教师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同样不容忽视 据介绍 目前教育部已经通过优师计划 国陪计划 特岗计划等 为中西部地区和乡村补充了大批优秀教师 其中特岗计划为中西部地区22省份 1000多个县 3万多所乡村学校 补充了115万名教师 今年特岗计划教师工资性补助还实现提标 每人每年增加3600元 围绕着这份文件当中的重点内容 这些天媒体也在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关注和解读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比如说坚持失德违规的林荣忍 推进教师评价的改革来打破教师晋升的天花板 还有今年的特岗计划补助提标 每人每年增加3600元 职称平聘向乡村教师倾斜 职业教育呼唤教育家事的执教老师 那其中有强调失德失丰的 有强调教师权益的 也有强调要提高教师的素养的 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份意见的出台呢 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 于发友 于院长 那他也亲自是参加了这份意见的调研和修改发布的 所以相关的这个问题 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于院长 我们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 因为很快就是第40个教师节了 您怎么看待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来发布这份意见 背后有什么样的更深的这种意涵和背景呢 我觉得呢 在这个文件的发布时机上呢 应该也是有一定考虑的 当前我国教育 进入了一个有注重数量规模扩张 向内涵发展提高质量转变 有这个教育强 教育大国 向建设教育强国转变的这个新阶段 人民群众呢 对教育的需求 也从有学上 进入到了有上好学的阶段 在教育家精神提出一周年之际 在这个第40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 中央出台了这个重要文件 我个人觉得呢 主要是希望啊 以教育家精神为统领 系统完善 教育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 进一步营造尊师宗教的社会风尚 统筹推进建设高素质 专业化的教育队伍 更好的支撑教育强国建设 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您刚才也提到了教育家精神 我也注意到在这份意见当中 有23处提到了这个词 怎么来理解教育家精神 您怎么来看 它和我们的教育之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呢 教育家精神啊 体现了广大优秀教师 和大先生的群体课证 也体现了教育的本质规律 和教师职业使命责任的内在要求 也体现了当前啊 人民群众对教师队伍的一些新期待 可以说呢 教育家精神啊 为我国这个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提供了价值引领和根本遵循 比如我们师范院校 教师培训机构 以及各级各类学校 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教师 以及如何培养教师 都有了方向的引领 找到了依据 还有呢 教育家精神啊 也为我们每一位教师的自主学习 反思研修 和教书育人的实践 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力量 和信念的支撑 让我们每一位教师的发展啊 也有了方向和遵循 应该说这个提升教师本身的 这个专业素养 也是这一次意见当中 分量非常重的一块内容 那它可能会在未来 涉及到很多深层次的 改革和体系的建设 您所关注的是 未来我们有可能会在 哪几个方面来形成新的突破 我觉得一个呢 在提高教师学科能力 和学科素养这一方面 那这一点呢非常重要 我觉得教师只有对学科知识 包括对学科最前沿的知识 都能够全面掌握 融会贯通 才能够游刃有余的 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 第二个呢 是提升教书育人的能力 要强化这个高层次教师的培养 实施这个学历提升计划 比如我们幼儿园小学的教师 下一步呢 应该以这个本科以上的学历 教师为主 那么中学教师呢 就以这个研究生层次为主 再就是完善全员 这个教师的这个培训制度 整体上提升这个教书育人的能力 第三个就是营造教育加成长的良好环境 鼓励支持每一位教师校长 都要敢于创新教育思想 教育模式 教育方法 形成他们呢 具有个性化的这种教学特色和办学的风格 这样您谈到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和我们要怎么来培养教师 就涉及到我们的师范院校 未来一系列的这个改革 那您这次意见当中也是比较强调这方面的内容 您觉得未来我们这方面的改革的方向和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师范院校的改革方向重点 主要把好这三观 一个呢是要把好声援观 支持这个师范院校实时这个提前批次录取 确保能够选到优秀的学生 攻读师范专业 真正让优秀的人成为这个培养人的人 第二个呢是把好培养观 要优化课程设置 这个深化教育模式 是与人方式改革 注重实践导向 支持跨学科学习和研究 加强协同与人 包括与基层的学校一线的名师名校长 联合培养师范生 提高培养水平 第三个就是要把好质量观 努力培养适应强国建设需要的 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我们看到这个意见当中也列出了一些时间点 比如说未来三到五年 这就是一个时间点 还有2035年也是一个时间点 那您怎么来看当下我们的教育最需要做出改变的是什么 我简单讲几个点 一个是教育家精神的落地问题 如何通过研究阐释 宣传解读 如何通过融入教师教育全过程 通过教师的自主学习反思体悟 让教师能够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教育家精神 并能够将教育家精神转化成每一位老师的自觉认同 内在要求 特别是转化成实际行动 第二个就是不断地扩大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的计划 支持双一流的高校 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优秀教师来引领提升师范教育的办学水平 第三个是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 用数字化赋能支持教师发展 通过智慧平台建设 通过开展培养培训 引导教师善于运用数字化 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 来支撑教师的专业发展 谢谢余院长 刚才余院长也谈到了 接下来我们要引领更多的优秀人才来进入我们的教师队伍 那当然就离不开对于教师队伍当中的 教师们的权益的有力的保护 以及去形成一个尊师众教的社会风尚的这种弘扬 到底该怎么做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意见第13条明确提出 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 支持教师积极管教 学校和有关部门要依法保障教师履行教育职责 这一条虽不是新内容 但迅速被很多媒体关注 引发公众热议 一段时间以来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 出现了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偏松 偏软 甚至不敢承担管理的责任 这种现象的出现 无论对当时的学生而言 还是对整个的学校教育而言 都是非常不利的 2021年3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就明确 学生如有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 或者不服从教育管理等六种情形的 学校及其教师可以对其实施教育惩戒 同时也规定教育惩戒的六种方式 以及在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不得有的八种行为 这次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强调维护老师教育惩戒权 支持老师积极管教学生 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鼓励学校和相关部门坚持原则 以法维护老师的管教权益 何为教育惩戒 据教育部公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显示 普通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 及其教师在教育教学和管理过程中 基于教育目的 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 殉导 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制 促使学生引以为戒 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 称为教育惩戒 要进一步去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比如说对惩戒和体罚之间的界限 希望更能明晰和明确 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老师 就是敢于去管教 敢于去惩戒 教育性 合法性 适当性 是实施教育惩戒的三原则 教育性就是遵循教育规律 注重真正的育人效果 合法性就是要符合法律规定 要坚持客观公正 适当性就是采取适当措施 跟相关的相应的过错相似的 我们的老师们还要研读 研究规则 维护教师的教育成绩权 我相信对遏制校园内的不当行为 包括欺凌行为 能够起到威慑组织 这样一个作用 维护教师权益 不但要做好加法 也要做好减法 针对近年来 一些与教育教学无关的社会事务 频繁进入校园 加重了教师负担 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此次政策也明确给予了规范 要求统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 精简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 为中小学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 减负松绑 充分保证教师从事主则主业 建立了审批报备制度 指导各地加强统筹协调 严控总量 目前全国各省 竟公布了建校园的白名单 通过交停一批 规范一批 整合一批 提升一批 搭理压减了建校园的这些事项 为列入白名单的事项 一律不得进入校园 确实需要增加的 必须严格履行审批报备程序 却不得突破当年的计划总量 有关教师权益的加减法 围绕更多的问题 我们马上来连线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部长 朱旭东 朱部长 我们看到这个意见当中 有一句话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 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要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我最想问的是怎么做得到 因为我们知道教师这个职业 他离全民利益都是非常远的 他是强调奉献的一个职业 怎么让奉献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的职业 变得能够让人羡慕 其实国家和政府 对于教师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 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事实上 教师工作也是受到了我们社会的普遍的关注 而吸引更多的年轻学子 进入到教师教育的专业学习 以及社会人员通过教师资格考试 来寻求新的职业 其实这个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 这也说明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 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事实 但是我们说如何让他更加成为相伯父 我想这个可能还需要在这个教师的更优秀性上来讲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让他更加的优秀 更优秀的人才 更优秀的老师来培养优秀的学生 那这个逻辑 我们可能在这个高质量教育追求的时代 应该有的这么一个基本要求了 所以我想这个 我们要吸引更优秀的学生 进入到教师职业当中来 让这个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项目的一样 更上一个台阶 从而实现我们国家的高质量教育发展 一方面是社会的认可 就是个尊重程度 另外一方面一定是离不开一些待遇和权益的保障的 我们看到在这份意见当中 这次关于教师的待遇也是针对不同群体的教师 方方面面的都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 那您最关注的是哪个方面 同样国家和政府对于教师的待遇 应该说是得进行了很多的保障 那我关注的点主要还在于 教师在不同学段上的这个待遇保障 尽可能的让他去均衡发展 从我的观察来看 学前教师的待遇 应该还有提升的空间 事实上 从学生从儿童的发展角度来讲 幼儿院教师 幼儿院老师 他的专业性的特征又很突出 这种专业特征更多的去 有规律的专业化的去培养幼儿教师 幼儿 从而使我们幼儿得到分心健康发展 但是需要我们全社会给予高度的关注 我是觉得教师的待遇保障之间 保障还存在着一个教师之间的一个 他的这种缩小差距 以及他们之间的在待遇的保障上 有一些更加的专业的支持等等 我以为这个是他可以做一些工作 这次意见当中也谈到了 就是说要维护教育的惩戒权 管教权 让教育是教育 让教师是教师 这样的一个重申和强调 您认为意味着什么 未来怎么让更多的教师会用 并且敢用这样的惩戒权 教育的惩戒权呀 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当中 行使教育的惩戒权 这不是仅仅是我们国家才有的 这样一个教师的权利 在国际上包括国家 它相应的法律法 所以相关的教师要求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些普遍性的要求 不过就是今天我们再来谈教师的惩戒权 我自己认为应该有一个专业性上的支持 或者说专业的教育惩戒权 比方说这孩子因为有什么问题 导致了没有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没有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 那有可能它背后它会有相应的一些原因 老师在教育惩戒权行使过程当中 首先要进行专业判断 而不是不做调查 不做相应的一些为什么 好的 谢谢 谢谢主部长 到现在为止我都记得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班主任曾经送给每一个毕业生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一句只送给他的话 我的那张上写的是 宝剑风从魔力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我想这就是教育应该成为我们这个社会 最受尊重的职业的原因 因为老师给我们的一切都将伴随我们的一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